去到六月四號 六月四號凌晨以後 一輛裝甲車 在建國門高速撞向一輛軍車 車上載滿正載和軍人塵埋的群眾 當場壓死了四個人 其中有三個是軍人 但是裝甲車沒有停下來 小人站得很悲憤 一些軍人甚至流起眼淚 凌晨一點鐘左右 戒嚴部隊先後進入了天安門廣場 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再次發出 內容和早前完全相同的緊急通告 兩點鐘左右 在歷史博物館拔門外站 連透明的士兵 手持著棍棒衝鋒槍 他們衝向長安街 封鎖了長安街耳東的老店 當時身在廣場的侯德見他益上 起初以為是非 只是用橡膠子彈和木牌 有學生還被他穿著年大衣 和塑膠製造的頭龜自衛 但到凌晨兩點 兩位醫生和兩位學生 港外報告他 士兵軍隊開的是張子彈 陳青華表示 他與李蘭谷留在廣場東面 目擊一名死者 而死者的弟弟 是一名中學生 他知道波波過身之後 衝出廣場 說要跟軍人拼命 凌晨兩點二十分 軍隊開進廣場 私房催淚彈 部隊在廣場的南面 前門向中央推進 沿途向高空發射照明彈 群眾向天安門廣場北面後退 凌晨兩點半 軍隊包圍了天安門廣場 將留守的學生圍在中間 凌晨兩點四十五分左右 上述的學生被台匯廣場急救 大腿動物中槍 最後在廣場上流血不止而死 其後李蘭谷亦都暈倒 畢竟學生將他和陳清華 強行送到醫院 走完醫院 到處都是死傷者 adenkoce 走完醫院 旦你睡睡 念你睡睡 但你是否 現在醒了 你的眼淚 美的淡淚 難到明天 不想看我血 為了在暴雨 還找到震堤 起身的競要徹底 願你束手 願你束手 但未練習 不再不跳 美的勇氣 美的勇氣 無奈從今 不可再拍笑 為了在暴雨 還找到震堤 起身的競要徹底 天與地 幾多迫失禮 或在落淚 失靈沒睡 無人能放標地再遠方 如今夜鳥 請安息興大著 靈魂滅去 夜黑 拋開負擬 塵黑漿黑在天貴 如今夜鳥 請安息興大著 靈魂滅去 夜黑 拋開負擬 七黑漿不再面對 情愛識輕大著靈魂別去 在黑拷開孤雷 七黑漿不再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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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三時左右風蟲不表示 還有三千到五千名的學生 跪坐在人民的紅紀念碑周圍 此時正在絕食的侯德健 劉曉邦 張濤 高薪 決定編譽學生離開 在廣播中說明 北京已在流血 還要喚醒人民 炸陽學生不畏死的精神 劉曉波等人發現有學生之前 在關隊搶來的槍支 要求立即摘毀 槍下 並命令學生必須堅持 非暴力原則 否則解放軍 就會有堂而皇之的理由 讓學生開槍 凌晨四點正 清場時間到了 廣場上全部的燈都關閉 戒然部隊發出廣播 我會呼籲全體市民和全體同學 不要再燒垃圾 不要再燒垃圾 不要再加強廣場的混亂 等於馬路邊的侯德健等人 拼命大叫 我們是侯德健 我們是來談判的 千萬不要開槍 不到三分鐘 團政委員回來告訴侯德健等人 政委說 總部同意你們的請求 請你們立即帶領學生撤離廣場 往廣場南口撤走 時間有限 我們不會開槍 聽完突覆之後 侯德健等四人 立即趕回去 四時關閉的時候 廣場上已經陷入恐慌 戒然部隊指揮部同時播放清場通知 現在開始清場 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 這個時候 既然必須的同學 用被 木棍 帆布等麥 堆起火堆 群起高唱國際歌 根據蜂蜜德 投得意的憶順 收持學生 以聲音方式投票 想撤退的人 再撤退 想留下的人再愛留 兩邊的聲音都奇古相當 但考慮到想撤退的人 可能不敢大聲喊 學生令就認為想撤退的人 更加多 所以宣佈撤退 學校和市民工人 市民狗殺隊 北京的同學 撤退海底區 往中間撤退 當時大批計戒然軍 手持衝突出指向紀念兵 根據學生憶述 當時一派手持木棍 劍棒的武警和軍人 衝上紀念兵的第二層 第三層 追打學生 不少學生被打指頭破血涼 學生於是被兵 向下沉逃走 同時大批坎坎車 軍鴿駕車由天安門 衝向紀念兵 將廣場掃發個帳篷 螢幕 藏位剪平 民主隊神將 在這時刻被剪毀 6月4日凌晨4點20分 廣場再次開翻凳 嘉賢部隊再次發出廣告說 同學們加嚴道舉指揮部決定 現在清拆 我們同意同學們的呼籲 請同學們立即切離天安門廣場 加嚴道舉指揮部 6月4日 凌晨4時45分 學生開始撤退 在學生糾索 手挖手維護下 大批學生 舉著校旗 唱著國際歌撤離 其間不適限 猛聲鎮壓 打倒法西斯 討匪 討匪 畜生 5點20分 天色異明 廣場仍然有大約200名示威者不肯離開 反黑陣保釋了廣場的通道 這批人不斷告下 法西斯 法西斯 打倒法西斯 戒嚴道舉反派 人不發狂 莫不發人 並且向天開槍震撿 約在凌晨5點40分 清場過程競賽 6月4日的清晨 群眾又在木西地重新設置路障 阻擋軍車 有人怒罵士兵 有人向軍車紮磚頭 木西地白蜂窝 公主墳一帶 很多市民都出來了 不少圍著軍車 軍人只是外座趴車路 毫無反應 6月4日早上的10點左右 有人開始燒衣服 頂向一輛指揮車 隨後甚多市民加入 數十輛軍車被燃燒 公關命令部隊全部撤退 復興醫院門外聚集了一群人 焦急地心問 想知道親人的下落 醫院內貼著一張死亡者的名單 列出了四十二個人 附近的鐵路醫院公佈死者名單 有二十三人 右邊醫院就有十六名死者 直到下午的四點 復興醫院停私家向公眾開放 約數百人分認屍 屍體埋滿停私房的內外 有醫師運用百步合約 有人在醫院門外埋招醫 清晨自分 從廣場接觸的學生 源頭受到市民的豐富 約在六點十五分 一對學生從天安門轉入長安街 到達六步口的時候 來朗正中書機關只有五十米的地方 三輛坦克車衝過來 發射催淚彈 很多學生被剪罪 後面有十一個人死了 很多人受傷 接下來的五分鐘 希望大家可以 閉上眼 聽著聲音 發生到二十二年前 六四逃城的現場 感受一下 當時這群熱血同胞 當時的感覺氣氛 在這群熱血同胞 我們要在這群熱血同胞 在這群熱血同胞 在這群熱血同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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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